叶董事 叶董事 郑凯儿 你告诉我 你的家人都在加拿大 那请你解释一下 床上躺的那个人是谁 她是我亲生妈妈 夫人 对不起 我骗了你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知道我是谁 所以才故意接近我的 你这个女人 真是太可怕了 你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该不会你跟我说 你跟子齐交往过也是骗我的 夫人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是真的很喜欢子齐 你给我闭嘴 你没有资格要我原谅你 你今天是处心极力地接近我 然后又践踏我对你的信任 你把我当白吃爽 你干嘛 为了你 我差点跟子齐翻脸 结果你是这样才会保护我呢 你要我原谅你 你自己能原谅你自己吗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不是只有我 你否认了自己的出身 你真正对不起的 是你的妈妈 枉费我之前 还想撮合你跟紫棋 我真是看走了眼 你这个虚弱 是我们的不孝子被禁虑 沈杏仁虽然出身不怎么样 但至少她诚实 你呢 没有钱就算了 你连尊严都没有 我这种人 跟炸鸡饭有什么两样啊 你说过我没有 麻吉 这里是人家母亲的病房 你在这里大呼小叫 泼妇麻吉 你知道什么叫丢脸吗 你的员工不诚实 他人格有问题 我在替你教训员工啊 不必了 凯儿是精识百货养大的孩子 孩子们犯了错 我自己会管教 你管好你自己又行了 你有没有搞错 这个兴隆的拜金女 把我骗得团团转 你还替她说话 你只会指责别人 我告诉你 你就是凡事只看表面 付钱的价值观开了你 你知道吗 叶华 你要指责别人之前 你能不能反省反省自己 你还要伤害多少人 你才满意呢 我求求你成熟一点 我求求你成熟一点 对不起 因为我很嫉妒信任 所以不顾一切地想要伤害她 伤害她身边的人 所以 你还做了些什么伤害 沈欣人的事呢 欣人的迟程是我篡改的 拿去 谢谢副理 这么好的一个员工 这么好的一个员工 你还欺骗陷害杏仁 说她赔谁 争取于成峰社会的人 也是我 欣人欣人 你有没有看过这封信 到底是谁写的啦 超过分的 我一定会写起营业部 我一定会写起营业部 负起所有相关赔偿责任 你们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 闹越大 你们只会得不到 你应得的赔偿 K的家属 来公司把事情闹大 也是我做的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郑经理 你为什么要嫉妒审性人呢 你看你条件多好 又聪明漂亮 能力也好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肯定你的价值 你让谁肯定你呢 一开始 我只是想在公司上 给信任一点教训而已 可是我后来发现 自己喜欢信任 我就越来越不能平衡 我不懂自己哪里比不上他 所以你做出了这些小动作 陷害了沈信任和他身边的人 你只会有嫉妒 甚至于打击了公司的伤欲 你也在所不惜吗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 所以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 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 更对不起 一路栽培我到达尔金失败后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都是张 对不起 郑经理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了 一般十七八岁的女孩 要不是跑夜店 就是跟朋友混 可是那个时候的你 你不但要半工半毒养活自己 还要筹筹母亲的医药费 这点我真的很佩服你 可是聪明如你 怎么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呢 可能我不甘心吧 其实我一直都很孤单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陪 不可以 不乎你 念书的时候 最讨厌参加加长会 因为我知道 不会有人来 但这不能合理化 你所犯的错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错了 董事长 这阵子公司的风风雨雨 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不知道你想怎么处置 依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记得有人说过 只要这孩子 愿意永离认错 都应该被原谅的 我相信你是真心的悔改 否则也用不着 拿出这两张礼券 来证明你的错误 既然你有勇气承认错误 我要冒险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件事到此打住 天儿 你是金师百货的孩子 金师百货就是你的家 相信我 你并不孤单 郑经理 不要看你失去了什么 看看你所拥有的 在这里有董事长 有那么多同事跟朋友 接下来你要做的 是加倍努力 回报这个曾经栽培过你的娘家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